在刚结束的女足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,中国女足一比零小胜南非女足,收获了宝贵的三分。 虽然结果不错,但是场面很难看,不如第一场打德国踢得好。 上半时踢得太急,船接球失误太多,浪费了很多机会和体力。 下半时,中国队体力差了很多,中场逐渐跟不上,连接不畅,攻防质量都有下降,全场传球成功率仅有68%。 虽然球队的明星球员王霜,终于在膝带中迎来首发并踢满全场,但是,他并没有拿出在大巴黎时的高光表现。 与上一次在亚运会时,如鱼得水的表现相比,全场比赛,王霜一直陷入与对方防守球员的纠缠之中,略显急躁,或许,这与对手的限制,战术的磨合,身体的状态都有关系。 其他球员,王珊珊太软,古雅莎的失误,以及跑位接应能力太离谱了,杨丽虽然把握机会能力还有待加强,但他的拿球摆脱及跑位还是值得撑到的。 整体来说,这场球员们的表现,没有延续首场对阵德国女足的认进,缺乏自信,不敢拿球,配合不流畅,中场缺乏组织,长船冲掉居多,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教练赛前所布置的战术。 但是,这场比赛毕竟是赢下来了,女足姑娘顶住了巨大压力,踢得很拼,也很不容易。 有时候场面好看反而赢不下来,正如隔壁另一场,韩国女足压着尼日利亚女足打,但最后还是输了。 目前,中国女足击三分,由于竞胜球劣势,暂时排在小组第三,下一场对阵西班牙女足,如果赢球将确保出现,打平则有可能已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晋级。 再来看看16强对阵,中国女足所在的B组第二打F组第一,B组第三打C或D组的第一。 目前来看美国基本上锁定F组第一了,以美国女足13比0血系泰国的状态来看,一旦中国女足淘汰赛对上美国,获胜的机会非常小。 既然小组第二和第三,都是打小组第一,那么避开美国拿小组第三无疑更加有力。 因此,下一场比赛就很微妙了,我们只需打平西班牙,就很有可能以色各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出现。 解语 现在各国女足都越来越强了,中国女足今非虚比,想待当下拿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成绩,恐怕是胜算不大。 当下这只女足敢打敢拼,从竞技层面,精神层面,都和当年老女足一样,都不缺,每个人都很拼,但为什么就和当年老女足不一样呢? 我们应该承认这样的差距,理性看待女足每一位队员,每一场比赛,不管她们后面踢的结果如何,请相信这些姑娘们,她们的心中都是无比挚爱足球的。